欢迎来到美厅 永远不要当第一个掀桌子的人 曾看过一句话 任何矛盾永远不要当第一个掀桌子的人 因为江湖路远总会相见 生活中少不了与人打交道 难免遇到矛盾 曾经我们锋芒毕露 拿脾气当本事 殊不知因意识意气树敌 他日便有躲不尽的鸣枪案件 历经世事才发现 曾愤愤不平的终会变得风轻云淡 曾不可原谅的终能和平共处 人生在世 聪明是天赋 善良是选择 糊涂是本事 每个人都可以较真的对待世界 但有些时候忍耐才是最大的智慧 一 难听的话 不当众反驳 明朝陈继如在《读书镜》 记载了一个故事 北宋有个人叫傅毕 一天 他正在专心读书 突然听见有人在指名道姓地骂他 那人大声嚷着说傅毕是一介酸儒 没有多大出息 日后成不了大财 傅毕充耳不闻 仍旧专注于眼前的书本 即使有人跟他说那人在骂他 他也毫不在意 只说那人是在骂别人 因为他明白 反驳他人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 不如做出成绩 自会证明 后来傅毕当上了宰相 他常常告诫后人 忍耐是解决事情的法门 如果在清廉之外 加上忍耐 什么事都能办成 刘振云在一句顶万句中说 人一赌气就忘了初衷 只想弃着他人 而忘记也会耽误自己 放不下他人的话 与其争论 只会坏了情绪 失了理智 任难听的话穿而而过 才能专注于目标 牢记初心 成就自己 林肯在竞选美国总统前夜 曾在参议院发表演说 刚准备开口 就有一个参议员说道 先生 在开始之前 请记住你是斜将的儿子 他的本意是激怒林肯 让其在众议员面前失态 面对这样难听刻薄的语言 林肯并没有与之争论 而是真诚地承认自己的身份 并对所有参议员说 非常感谢你 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虽然他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 我知道我做总统 肯定无法向我父亲做鞋匠 做得那么好 这段话 展现了他的风度 他赢得了掌声 更赢得了众人的信任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写道 别和傻瓜争辩 否则他人会不知道谁是傻瓜 面对难听的话 若生气上头 出言反击 只会让自己成为与人互骂的喷子 赢了 浪费大量精力 得不偿失 输了 自己满身力气 郁郁寡欢 不管哪一种结果 最后都是输家 不如走好自己的路 随他人去说 别耽误了自己的进步 二 糟心的是 不迎面报复 莫言在晚熟的人中 提到了表妹秦桂英 秦桂英天生有六根脚趾 为此她深感自卑 从不愿在旁人面前露出自己的脚 她上学时 有一天 班主任带领全班下地插秧 强行要求她脱掉了鞋子 同学们看见她的脚趾 纷纷嘲笑 把她当成怪物 从此 秦桂英把班主任视作仇人 时刻想着报复她 后来学校掀起批判运动 她编造了一封检举信 污蔑班主任 班主任成了众人批斗的对象 还被当众用鞭子抽脸 最终跳井自杀了 多年后 秦桂英即将去县里担任重要职务 这封污蔑信被人捅了出来 她被开除了公职 成了人人嫌弃的村妇 没想到 当时因为糟心而选择报复 如今却因此失去了所有 生活中 糟心的事随处可见 委屈人人都有 内心脆弱的人 用报复来发泄内心的怒火 最终落得两败俱伤 而内心强大的人 则已随意来对待外界的风雨 曾国藩37岁时 被升任为内阁学士 官居二品 但他很节省 即使升了官 所用的轿子 还是四品官员 使用的四台轿子 一次曾国藩出行 路过一个小巷迎面来了一顶八台大轿 因为道路狭窄 两顶轿子在巷中停了下来 曾国藩正打算询问原因 就看见对方的一个侍卫走过来 将他从轿中拖出 并骂道 混蛋东西 遇到我们爷爷不让道 曾国藩吓了一跳 以为对面轿中 坐的是王公贵族 没想到 从对面下来的是一个三品官员 对方看见曾国藩后 吓得魂飞魄散 慌忙跪在他面前求饶 曾国藩将对方扶了起来 笑着道歉 说是自己的错 挡住了对方的轿子 这位官员被曾国藩的宽容折服 此后无论在任何场合都夸赞他 支持他的工作 生活中 总会遇到一些垃圾人 遇到一些糟心事 因为不甘心而死磕到底 只会让自己被负能量包围 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纠缠于垃圾人垃圾事 他们只会变成心底的刺 刺伤的终归是自己 不妨选择一笑了之 不陷在自己的情绪里 看淡糟心事 才能留下更多的精力 过好自己的人生 三 虚伪的人 不当面拆穿 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绝人之伪 不行之余色 看透了人的虚伪 不拆穿 才能留下体面 网友洛洛 讲了自己的经历 毕业那年 他进入了一家大公司 刚入职时 一个友善的女孩 帮他打扫工位 带他熟悉工作 很快 他们就成了好朋友 常常聚在一起 谈天说地 偶尔聊起公司里的事情 他们也会互相将心中的不满 吐槽出来 直到有一次 洛洛在部门集体会议上 在部门经理口中 听到了自己曾经 吐槽公司的话 而这些话 他只跟那个女孩说过 部门经理又是如何知道的 洛洛不愿意恶意揣摩 是否那个女孩打了小报告 但这事也压在他心中 为了弄清情况 一天他试探性地 和女孩吐槽部门人际关系复杂 工作流程繁琐 总是要加班 第二天上班 他就被经理叫了过去 让他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少吐槽 多干活 这一次 他彻底看清了 女孩虚伪的面目 但他并没有直接拆穿 从那以后 他在和女孩说话时 只聊一些生活中 无关紧要的事 关于工作的事 闭口不言 有朋友问他 为什么不直接 和那个女孩翻脸 他说翻脸很容易 也很解气 但这样关系闹得太僵 对双方都没好处 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防范点便是 人生就是如此 只有精力失望 才会发现 真心并不能换来真心 不经意间 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 信任瞬间瓦解 此时若当面拆穿 只会让大家陷入尴尬的境地 正如洛克菲勒曾说 自作聪明的人是傻瓜 懂得装傻的人才是真聪明 对待辜负真心的人 最聪明的做法 从来不是歇斯底里的怒吼 看清一个人 不用翻脸 也不必拆穿 默默疏远就好 莫言曾说 很多人和事 就如一阵风刮过 你该做的是 拍掉身上的灰尘 转身走开 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 在烦恼的事情上 多耽搁一秒 快乐的时间就少一秒 有些难听的话 听过就行 别放在心上 有些糟心的事 过了就算 别纠缠死磕 有些虚伪的人 看清就好 别翻脸拆穿 不与恶人缠斗 也不与小人置气 毕竟 人生最重要的事 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余生很贵 愿你我遇人修心 遇事修性 不负岁月宠爱 将日子过得舒适坦然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